那很多的触法说老花一我看上一个树 我想要给它搞下来 搞不下来怎么办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东西叫高压盒 其实呢很早之前就有人推了 有的话让老花一这那那的 我给大家说了个什么事 我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自己做 完全没必要买 你这个东西你还不会做吗 你找个矿泉水平时自己做就行 有话说不行 你教教我怎么弄 我不光是自己做怎么弄 我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高压 其实这个东西就贼简单贼简单 你这个里面哈 你可以放什么东西了 海绵了 椰康了 还有你比方弄到一些腐液土了 你真没条件的臭宝 你可以用一些沙土 但是你别用那个大泥巴 那个大泥巴一点用都没有 好吧 拿着刀 走 交给你们做高压去 你像这种呢就贼拉的适合高压了 你看单独的一根过来哈 咱们把它压起来 以后呢就可以成为一个 很哇塞的单杆独磕的 棒棒糖的圆椎锈球了 首先要做的第一步呢 是给它环切 环切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哈 你找它那个截啊 就类似于竹节那个位置 这种地方叫牙点 看到了吗 它以后发芽会长得很哇塞 它的生命力 这片的生脑激素也是很顽强的 你们在压的时候呢 我给出的一个个人建议哈 是找这种截梗的这个位置 找这个截关节位置 咱们就直接把它给弄了 切的时候呢 稍微这个刀子别特别凶狠 转一圈 下边转一圈 然后把它包开 包开之后呢 这一层木质成了 你要不把它给破坏一下 它不长根 明白了吗 所以说咱们要做的是 把这个给破坏掉 然后呢 关键的点来了 就这个关于这个高压球 有人会推荐你透明的 为什么我选了个黑的 我也是建议花友们 新手花友的话 你用透明的 你能看到根 其实黑色的这种呢 它长根会更快 明白吗 臭包 用土一定要用这种松软透气的 你实在不行 就买老花衣的这个土 好吧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土压实之后呢 先浇上一点点水 让它潮湿一下 之后呢 居中给它裹上 卡住 OK 那它这一个是什么原理呢 很多的话有问我 这个原理哈 就是类似于咱们牵插一个道理 你咱们牵插呢 它是整个的 与根部断开的联系 高压球呢 它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它会让这里面的营养 在这个球里面 而这个呢 还认为自己没有死掉 它还能直接吸收到 它这个菲米出来的营养 你像老花衣 我说老花衣的生根液 也是模仿的是植物里面 提取的这些东西 包括那些营养液 就是给它提供的那种长根 它并不是激素 所以花儿梅 也要盖它这个点就好了 一般20天左右 20天半个月的 就可以长起来了 好了 等它半哪个月 到时候再来看 好了 臭包你可以跟我一样 咱们一起种下去 等过两天 再来看就行了 我吃了花衣 两花最长衣 白了臭包